好,在地震当中,全太子港的医院几乎是毫无损伤的 只有以小儿科手术为主的圣丹米恩医院 不过地震之后因为涌入了太多儿童伤患 他们开完刀以后,恢复式不够使用 慈济症灾团在知道他们的艰困处境 立刻送上了20顶的帐篷还有塑胶布 搭建起来,成为手术恢复式 而这份跨国送来的关怀也是慈济人对当地孩子们的疼惜 全太子港在地震中几乎毫无回损的医院 就是这一所圣丹米恩医院 墙壁上一点点的军裂不足以影响整个建筑结构 也让父母们放下了戒心,愿意带孩子来看病 当然更重要的,它完完全全是一家一诊医院 主要是做小儿科手术 不过地震后,医院最缺乏的却也是帐篷 因为太多的儿童伤患被送进来 动完手术后却没有足够的恢复式 则继灾团送来了医院最需要的18寸帐篷20顶 塑胶布20条 搭建起来就能成为手术恢复式 另外还有香精面50箱,大米500磅 可供应院方收容流浪接同的热食 我们很幸福你的帮助和保护 谢谢 小朋友是这场赠送仪式最重要的主角 他们所曾遭受的创痛 不知不觉地一直跟着 有的孩子脸上挤不出一丝笑容 有的孩子裤子掩藏不住被烧伤的烙印 职工们要更用心用力地带动 切除孩子的紧张与防备 很快的孩子们就接受了这群大朋友 一个玩具一份糖果 这些都不足以说明职工对孩子的疼惜 这是一份跨国送来的关爱 大爱新闻 梁振宇国伟 海地报导 大爱新闻